说起海外驻军 大家的第一印象往往是遍布全球的美国大兵 而我们中国军队似乎就没有跨出国门的历史 更别说在塌过领土上长时间驻军了 但或许你不知道解放军曾有一支神秘部队 为保卫某个国家的战略安全 驻扎在国外长达三十多年 堪称这个国家的晴天之助 那么这支部队究竟有何来例 其所执行的究竟是什么机密任务呢 事情还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东说起 当时的中东可谓乱成一锅粥 伊拉克和伊朗打得火热 双方互射弹道导弹 打起了二战后最大的导弹习城战 而中东小霸王以色列 也装备了射成一千公里的杰里科2导弹 确立了绝对的地区军事霸权 周边恶劣的军事态势 令狗大户沙特寝食难 为了保证自身安全 沙特在1985年向美国求购长矛弹道导弹 他被美国一口回绝 当时世界上能生产中远程弹道导弹的 只有联合国五常 于是沙特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经过谈判 沙特在1987年以现金支付的方式 向我国购买了一定数量的东风3中程导弹 东风3最大射程达2800公里 可携带百万吨级核弹头 沙特装备后战略打击能力可覆盖整个中东 不过导弹虽然卖出去了 但使用液体燃料发动机的东风3维护工作十分繁琐 而且液体燃料是剧毒物质 从来没有接触过弹道导弹的沙特军队 根本没法运行 于是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 由中国派出工程兵 在沙特南部沙漠建设两个大型导弹基地 并专门成了外部代号金轮工程的秘密单位 与沙特组成混合部队 长期负责导弹的维护保养 中国每年会定期更换 驻扎在沙特内陆沙漠的作战人员 外界猜测 目前中方仍然在沙特常驻部队 在驻扎沙特的30多年间 这支神秘的解放军部队 确保了沙特具备可靠的战略打击能力 此后无论中东局势如何紧张 都没有国家敢打沙特的主意 可以说中国这支海外部队 堪称沙特国家安全的晴天之助 我们中国的海外驻军是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和地区和平 相反只要有美军出现的地方 随之而来的就是战乱和动荡 不过你可能意想不到的是 如今我们中国的国土上 其实还驻扎着一支神秘的美军部队 不过这支美军部队被中国政府严令不准穿军装 可能你走在大街上就会和他们擦肩而过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小国也在中国驻扎着一支精锐部队 那么这个小国究竟是何方神圣 在中国驻扎军队又有何目的呢 由于篇幅有限 我们把这两支驻扎在中国的外国军队的详细情况 整理到了微信公众号上 搜索并关注钢与军事微信公众号回复驻军 告诉你 如今中国国土上还驻扎着哪些外国军队 开读鲜明解析世界军情要文 奇葩搞笑笑谈各路战地奇遇 欢迎观众的微信公众号刚与军事 深度有趣的军事内容只为您呈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